好像時空挫折的感覺 為什麼 因為馬英九被丟邪 被丟輸的那一段期間 我正好是總統府記者 林匯的會長 因為我的臉書上 有很多的網友 都會帶他互動 當時馬英九被丟輸 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因為你丟在一個總統的身上 你喜歡這個人 你不喜歡這個人 他是馬英九 他不是馬英九 他都是總統 所以總統不應該這樣被對待 所以大家倒回來看 當蔡總統在父親剛被包圍 被這樣丟藍彈網的時候 我們沒有講到很好 沒有 因為同一套標準 剛剛柯智雯委員在講 同一套標準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不過觀眾朋友在這裡 我也跟大家講 我相信這不會是最後一件 我們還要繼續討論10年 20年 因為這是已經發生30年 剛剛大佬講的那個 我給大家看一下照片 1991年的時候 張俊雄打梁肅榮 也是一巴掌 而且他是在國會殿堂 直接上去主席來打 所以剛剛大佬講得太好了 打臉是羞辱 但是羞辱一個立法院的院長 是不是更加羞辱 當時民進黨內有沒有認為 以現在的標準 第一個 限制住居 第二個 全部譴責 有沒有 我們倒回來看 蔡總統昨天做一件事情 他發了一個臉書 因為他現在臉書模式全開 立場可以對話 暴力不該容忍 我百分之百贊成 我非常支持蔡總統講這句話 但是蔡總統裡面有一句 你看他這邊圈起來 同樣的行為如果發生在威權時代 會是什麼樣的結果 這個問題的答案 正是我們應該珍惜民主的理由 他講這句話我就覺得多了 因為同樣的 如果一個國家的總統元首被丟輸 丟到肚子 大家上去找 被出賣台灣 馬英九就丟 2014年7月30號 那個人不會是限制住居 或者是檢放找你 這直接就沒命了 如果你要這樣講的話 照這樣講的話 當時丟 威權時代也指的 不是馬英九時代嗎 威權時代拿東西丟到 一個威權時代領導人身上的結果 就是明天在西安娜看不到明天在太陽 對不對 當時蔡總統是講 你應該要包容的 所以話倒回來講就是 民進黨沒有錯 民進黨在追求你的民主的 這個所謂的衝撞體制 可是你衝撞了30年 剛剛講的梁肅榮 然後還有邱創煥 打眼鏡掉了對不對 好 這張川田 還有誰 還有我記得很清楚 我在現場 因為後來開始採訪了 就是2009年的4月22號 邱英營去打李慶華 這整個過程當中 是有錄音錄音 而且很多記者在的 也是大佬講的 打臉一樣是羞辱 這件事情我也必須講 這個委員我就不點名 大家上去查 一定查到他 民進黨立委說打得好 打你剛好 因為你毀人民節 因為你說他沒家教 因為那時候李慶華 那天是這樣子 是因為當時是江城三會 要江秉賓在立法院來備詢 可是江秉賓有令友要公請假了 現場就吵成一團 李慶華就講說我要發言 講到一半的時候 下面就是邱英營一直在吼叫 他說你不要一直這樣 人家講話 你有點家教好不好 激怒了邱英營 好 激怒了 所以他們是有言語上的衝突 沒有錯 然後他就拿水要潑他 他說你怎麼樣 難道你要打我嗎 難道你還要打我嗎 他就衝上去 他就真的打他 好 所以觀眾朋友 當國民黨的委員 被打一巴掌的時候 國民黨跟民進黨 民主有沒有被傷害 林澤邱英有沒有 還有後來大家都講 大佬說沒有 我們一定要給觀眾朋友印象 陳一鳴委員是有被打的 我們趕快把他找出來 加這張圖 他也是 你的臉有被打到嗎 他整個都勒到送醫院了 對 所以這差點就沒氣了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 這不是只是一巴掌 因為他是要把我 從議事台上面丟下去 所以我膝蓋一直被他 那是一個真正的暴力行為 他不是只是上半身 他是把我的腿拉著 就是要把我推下去 那天是這樣 他們從後面一衝進來 好像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就是第一個就看到陳一鳴 他直接就上去鎖 我想說這個是無差別的 摔角大賽嗎 看起來滿殘忍的 你以後如果遇到這個情形 你就要高喊這句話 立場可以對話 暴力不該容忍 他被鎖住 還沒辦法講話 好 那 所以很譴責暴力就好了 如果看影片 大家應該還會更深刻的發現說 其實王定宇下來 他不是要 因為我們是霸佔主席台 他不是要清理主席台 他是跑到 因為我已經站在邊邊了 因為已經有人提醒我說 你移民你站邊邊一點 結果真的 他就是衝下來 他不是跑到主席台 他是跑到站在邊邊的我 就是要把我拉下去 勒我的脖子 抬我的腳 連續抬兩次 結果把我丟下去 所以我的腳都整個都黑色 陳委員 我查一下 那個場景我現在還印象深刻 因為王定宇 你不是說大家一下就忘了 他撥開那個窗簾以後 他一眼都沒有看別的人 他就看著你 就好像最近段倪康講的 獨眼的小路 他就是看著你 然後一路就往前走 就衝向你 為什麼 門下來就直接衝向你 他剛剛已經說了 還沒有發生 衝突之前就有人放話 不是 你跟他有仇嗎 沒有 完全沒有 為什麼他只針對 完全沒有 他看你比較浪漫 做醫生的身體比較浪漫還是怎樣 我就不懂 他為什麼針對你來 而對其他的人視乎不見 為什麼 我回想一下 可能是其實跟蘇正清的衝突 是因為一粒一休 一粒一休其實是因為 他們霸佔主席台 在801 然後我們其實是希望能夠去發言 然後蘇正清他後來有講 他說是因為之前 我們就是為了一粒一休事情的時候 他說我曾經拿著麥克風 說他性騷擾 因為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許舒華胸部我會背過 我會背到 然後那個時候舒華他就 跟他抱那個絲綢 那個時候他說我有講說他性騷擾 可是我後來跟他 因為這是他之前講的 所以後來事情發生完之後 我後來也原諒他是因為 他誤會說是我講 其實我沒有講 因為當時我手上沒有 我根本 麥克風不在我身上 簡單講 還有另外一點 我根本不曉得立法委員 有一個叫蘇正清的 那個時候才剛剛進國會 自己的議員朋友 都就國會的這個 都在認人的時候 所以是池魚之秧 更何況講他性騷擾 也是剛好而已 對 其實是舒華是有發生那個事情 可是後來他就是說 因為我有講 我跟他講說我沒有講 因為我根本不曉得 有個人叫蘇正清 後來這事情 上去他這樣勒脖子之後 我這邊要講 剛剛講說雙重標準 尾翰不好意思 我插話 雙重標準 真的是雙重標準 因為事情發生完之後 因為蘇嘉全院長是蘇正清的叔叔 蘇正清就是他們哥哥的好師 所以他是打電話給我舅舅 打給你舅舅 對 蘇嘉全是打電話給我舅舅 因為他們兩個都是 做得在高雄打五路的 假白的 所以他叫我舅舅打電話給我 說叫我能夠原諒他 然後能夠和解 因為我們都已經提出告訴了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到蘇院長辦公室去的時候 蘇院長就有講 他說 陳委員 你這個案子不會成的 紀律委員會18個委員 裡面有12個是我們民進黨的 你國民黨會打電話給你 投票你們不會贏的 立法院的紀律委員會 然後他說 你們兩個都是防害議事進行 所以我也被民進黨的也提送 然後他說 你這個投票期一定不會過的 所以他說你還是和解好了 他是這樣子講 那麼後來其實到最沒了 我們是覺得說冤家義解不義解 所以好 我願意原諒 我就原諒 但是到第二次就沒有理由 我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因為陳明文可能對你來講 會有個創傷 我們當時立法院看 其實真的 待會心理絕佳輔導一下 基本上是殺人未遂 就是說是沒有 是未遂 但是那過程真的是太狠了 剛剛大老講得太精確了 這個王定宇進來 他沒進來 竹器台是在右手邊 他不是往右手邊去攻堅 去搶回竹器台 不是 他直接就是左前方 就是大家來看 就是這個 這個是王定宇 陳一敏在我們畫面右下角 大家我現在開始畫面走了以後 你就會很清楚看到 他衝進來之後有沒有 他現在他沒有往這邊去 他直接就是一直要往這邊走有沒有 他繼續往前走 他還在搶票一樣 他就去找陳一敏 然後最後抓住陳一敏 有沒有 竹器台在這裡 然後就把他勒住了 所以他是進來 他就是要打陳一敏 這個畫面就可以說明一切 我把這個畫面找出來 所以每一次的暴力 我們都譴責 在這一次如果再去多講說 你看過去你講成這樣 那就沒有辦法 所以為了下一次的 當國民黨或是藍營的政治人物被打 然後可以公開 政大光明人再去譴責民進黨 我們態度沒變 我現在還是一樣的態度 馬英九被丟輸 陳一敏委員被打 過去任何政治人物被掌裹 我都反對 所以這一次我也反對 但是標準一定要一致 我要再補充幾點 因為這個都是外界不知道的 因為跟王定宇的訴訟案 到後來是王院長出來出面調解 大家知道嗎 我們的和解書竟然是我你的 然後和解書你的那一份 是跟蘇振青用的同一個版本 送到王定宇的辦公室去 他的辦公室主任把下面一句話說 保證下次絕不再犯 把它劃掉 跟我的辦公室主任說 我們委員說 下次再犯就再告好了 你下次如果他如果再犯 如果再推你 再對你怎樣 你就再告他 態度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後來其實為什麼 即使王院長出來握了手 和解書送到他家辦公室 後來他用這樣的態度 我的和解書就留著說 那我不簽了 因為他不保證下次不再犯 他的態度還是很惡劣 所以後來我一陣子都不簽 後來是王院長在勸我 後來我才簽 最後你還是接受和解 我接受和解 下次不一定不再犯 對 沒錯 你就隨便 等你 我跟你講 他希望本來是希望這件事情 能夠讓以後的暴力行為減少 然後但是王院長他有做一件事情 我們那天就是一起 其實不是 就是我們在林園的 這個王耀玉議員的競選的場子 王院長就跟我提到這件事情 說你還不簽 我說在外面他把那些圍繞去 他說這樣喔 那我來想看看 後來我們就去屏東 就是蘇清權的競選總部 我們那天就是蘇清權的競選總部 成立大會 我到那邊之後 王院長真的是很用心 到那邊之後活動結束 他就過來跟我講說 一鳴 他不寫這句話 我們改另外一句話 另外一句話就是促進立法院 雙方共同致力 促進立法院議事和諧 我說好 院長你這樣子講 那我就簽 這是喬王 所以我才簽 是這樣子的 我想這個過程 其實這是可受公平的 我本來是說將來寫回憶錄 再來講這一段 因為很多當事人都還在 都還要算 但是我會覺得說 其實很多的事情是 我們看到這件事情 其實我要講 這個雙重標準不僅是這樣子 我昨天看新聞的時候 自由民主黨的 自由台灣黨的溫朗東 他是政策部主任 他在臉書上寫什麼 他甚至寫說 這樣子號召大家 去把中正機能炸掉 他寫這東西 然後自由時報也登 你說加速轉型正義 對 他就說大家一起來 把中正機能炸掉 我心裡想說 為什麼會變這個樣子 今天的轉型正義 不僅是要用毀滅的方式 空間可以再詮釋 這轉型正義不是說 一定要摧毀原來舊的東西 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們當初在立法院 在定轉型正義條例的時候 主席是段一康 我上去在質詢 在法規的時候 我就說 蔣公或許是個威權的象徵 但不見得是每個人的 心中的記憶都是如此 舉個例子 我們高雄 其今就有個蔣公廟 為什麼有蔣公廟 因為大臣一包來台 後來就被安置在那邊 他們敢念蔣公的恩哲 在裡面弄了個蔣公廟 蓋了個蔣公廟 裡面也是拜很多的 其他的觀音菩薩 什麼都拜 難道說去講話 蔣公廟就要毀掉嗎 所以每個人的記憶裡面 對於蔣中正 可能是不一樣的 對於我們鄭惠忠來講 鄭女士來講 他心中就是有焦慮 他可能在成長過程裡面 他就是覺得蔣公 跟他是有一些記憶的連結的 他有焦慮 他覺得去講話 將來是不是中間的消失 很多他熟悉的一些東西不見了 所以我那個時候 在立法院質詢會是說 像這些東西 我們應該要好好的去處理 不是說一昧的 就是用一些方式 很戲劇性的去處理掉 更不要講說文化部 難道這件事情一定 他的優先順序必須擺那麼高嗎 你鄭力軍其實在所有的 過去這麼多任的 文化部部長裡面 就是最具有政治性的 就最具有政治性的 你很多的事情 你的形式的東西 文化部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這個中間要轉型的東西 是一定要優先出去 擺那麼前面嗎 給你一切 我接下來有私會想要 就是讓我來 我們要說 你應該平時的